数次参与过武警内部的军事演习 退伍不退色的本质 会让我在未来的工作中 不怕苦不怕累 向往做一名优秀的男人 27岁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稳定的月收入 可以让我谈一场恋爱 如果用烟花来点料夜的剂料 那么繁星在座的夜空也会被夺没 王爱国男22岁 辽宁人西安政治学院 经济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爱国 今年23岁 浅显的23在春秋 没有赋予我多么高大上的学历 今天我向往做一名优秀的男人 于2013年9月应征入伍 服役于武警三东省某支队 在部队期间 作为列兵的我 参加过总队级通讯培训 数次参与武警内部军事演习 今天我脱下了神圣军装 来到非尼莫属的舞台 我力求一份锻炼能力强 业务拓展宽 谨慎空间大的销售 以及运营助理的岗位 以及各位boss认为 更适合我未来发展方向的岗位 谢谢 蔡老师你好 小姐 你呢 你紧张什么呀 你不是嗓文挺大的吗 什么叫优秀的男人 就是在场boss都很优秀啊 他们都是优秀的男人 就是他们至少可以来 抉择我嘛 是吧 他们抉择你 对啊 抉择 你怎么不说你决策他们呢 因为我是来应聘的嘛 我最终的去留都是boss 互相选择嘛 你是来求职的 但是也是来实现自己价值 对 你是多少年入伍的呀 13年9月 第一季秋季入伍 那什么时候退伍的呀 15年9月 你就当了两年兵是吗 对 义务兵 退伍的时候留恋吗 退伍的时候还行 我感觉当兵嘛 只是把一个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坚持做 这两年军体生涯是一种锻炼 我想做一名优秀的男人当中 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对我未来的发展 可以提到很大的帮助 你再给我阐述一下 1234 什么叫优秀的男人 我还没听明白 首先一个优秀的男人 应该有责任感 第一要有责任感 有担当 对 第二 第二我认为他应该有一个 拿得起放得下的事业 第三点就是认真啊 对感情要专一 你认真吗 你对感情专一吗 我对感情想专一 目前没有 单身 想专一目前没有 谈过咯 谈过以前 谈过以后 怎么分的呀 那时候年龄太小了嘛 然后后来就去当兵了 一点点就断了联系 那你这个退伍之后 你干过什么工作呢 退伍之后 我在服务店 在那个烧烤店上班 做服务员 我是应聘去的 怎么应聘呢 至少你的长相 五官轻正嘛 至少能看得上眼 我这样可以考串吗 您适合当主持人 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来说 那梅香荣是绝对不能 去考串练的 谁说的 我这样才当考串练呢 一看 你看都吃成这样了 他说要眉目清秀 脑袋大 脖子粗 不是 老板 因为当时 面试我的主管 就是这么说 面书你的主管说 做考串要面目清秀 就是我们家的服务员 只要帅就可以 只要帅就可以 就是我虽然帅的 不那么明显嘛 但至少我还可以 是吧 哇 你这个情商扶得很高 而且语言能力强啊 这哪里有人 帅人明显的 高 青山高 语言把控能力也强 对 帅的不是那么明显 我想专一没有啊 这句话真是 那么在考串店干的怎么样 是那种代销售的营业员吗 对 代销售的营业员 那你要推销吗 需要推销的 因为菜牌他没有说说 才给我们提 你给我推一推 我现在正好饿了 你推一下 推一下 您是自己来还是 我们都在呢 我们都是飞机莫属的 这个boss团 然后这个下了节目之后 去吃考串 领导您好领导 领导 对 我们一般都是 城屋客人都叫领导 我们的极品串和极品羊肉串是特色 然后再 极品 对极品羊肉串 那得多少钱一串 三块 那菜盘上都有价钱 才三块 极品 对对对 人距离比较多的话 老板都会要的 我们今天不吃荤 我们只吃素 我们所有的餐物标准 不超过一块钱的烤串 那领导不好意思 咱有免费的茶水 咱可以坐着慢慢看一看菜牌 可以吗 你的意思是 我是来喝茶的咯 哎呀 这个菜调高手 这菜调高手 他马上就意识到赚不到钱 他就招呼别人去了 你说这话寒缠人呐 不是 我好歹 我还是得点一串韭菜再走 你最多一个月的收入 能拿到多少钱 三千多 三千多 对底薪是两千七 现在还干着底薪两千七 三百块钱立场 就你这样摔得这么不明显 三百块钱立场 因为我刚干嘛 第一个月是两千五 第二个月是两千七的底薪 就是还是往前走 对 现在还干着吗 现在还干着呢 然后特别荣幸的是 店里的领导 因为知道我要来参加菲尼莫属嘛 然后正常的 我应该是没有窜休的 就不可以连续休息 但是那个经理 看我干得比较好 然后真实话嘛 然后他就让我连续休息了四天 他这是想让你走啊 不是啊 你想想看 那他明明知道 你要来应聘 给你放长假 但是说实话是吧 我之所以来找副员嘛 就是因为 我想选求一个发展空间 大一点的 你现在来找什么职位 我想找一个销售 或者是运营助理的岗位 那今天如果应聘成功的话 你怎么跟那个老板说再见呢 来跟他说再见告别 我估计你今天准成 肯定能应聘到一个 来你先跟他说再见吧 是 经理我很敢 不待会儿如果没找到 你别怪我啊 那你先说再见吧 作为主面试官 那您肯定会帮着我吧 我也帅得不明显 来来来 就是我很感谢 是吧 店里对我很大的支持 然后前段时间 还给我发微信 说来北京了 就是钱够不够什么的 然后经理说了 说我不阻挡你 往更高的地方发展 所以说我就来了 谢谢经理 你今天要求薪酬 不低于多少 四千加 谢谢 那有低于限制吗 没有低于限制 男人自在四方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权流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我展示了PPT PPT 第一是硕果 一只在深海里 学游泳的蚂蚁 我自为我是一只蚂蚁 来到了这个 落大的社会是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内心的 不甘心而已 我总以为这么大的世界 总会给一只蚂蚁生存的空间 所以我来北京 来到参加菲尼莫属 如果今天是吧 没有面试成功的话 那就是得知我幸 失之我命 谢谢下一页 然后这是我在部队的时候 一些照片 野营拉链时候的照片 然后还有是 演习任务的照片 这是我获得一些荣誉 这是我写的一首歌 谢谢 你写的歌 对 唱一首歌 哇 那这个唱一下吧 我 领导真的不好意思 我的旋律感不是特别强 但是我写的 我写的挺多歌的 然后 为什么 如果你原创的 没旋律我们也愿意听 我们特别不喜欢 你随便来点旋律呗 我可以给他朗读一下 不不不 唱 唱 真的要唱 好 大鼓掌 突然翻开了日记 为谁着记忆的回忆 从来不知道清晨的梦想 会让我停留在哪里 你总是微微地追醒我 松开呢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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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忽然我的世界没有了你 怎么就变尖 没有 这是说唱 这是说唱 这是说唱了 忽然我的世界没有了你 我总是怀揣着那本蓝色的日记 不不不不 好像每一句都是一个尖 对 就是都是一个尖 包子真的 我真的 我差点被你忽悠了你看 都是一个尖 如果说不着尖嘛 确实是 因为我特别的不懂旋律感 但是我 但是我对我自己写的东西 还是挺认可的 我感觉是吧 真实的舞台 我就展现一下自己 就是把自己真实的唱功 也唱给大家 他们竟然敢听 我为什么不敢唱呢 而且你还会跳舞 只是爱好瞎跳 你还会跳舞 不会也是一个 你可以展示两段吗 来来来 什么舞啊 就瞎跳的一关 瞎跳 你就来瞎跳一下我看看 给他随便来点音乐 他瞎跳 谢谢 来点音乐来了 一个半动作 相当不错 我本来还想开他玩笑 但是我看他脸上那种绳色的时候 我不忍心开他的玩笑 其实他心里极不想跳 但是你还是跳出来了 虽然你知道跳得不好看 但是你挺落落大方的 像爱国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开朗 特别单纯 也特别简单的 像你这样的性格特别适合跟这个客户的这种交流 他做销售怎么样 互动啊 肯定非常好 很棒 而且他做完之后 他的客户都会成为他的朋友 而且会成为他非常信任 下一次的消费还会在这做 我觉得这个职位上 你可以再快 再往上发展 来 康尔特 这情商高吧 不是 在我这不 这情商高不高 那我觉得是相当高 比你高吧 那绝对的 而且 那为什么你坐在那 他坐在那 站在那 这是命运决定 不是 不是 刚才讲的吧 不是 你能够专业点 不要老公选一句 这是用心学习专业知识 不 我觉得用心学习专业知识 我觉得他可能唯一缺的 这真的是用心学习专业知识 当你说那句话 这都是命运安排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词 叫命运弄巧成拙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其实我们 是有一种共同的语言的 你没听到吗 他的普通话 其实跟我也很像的 大连人吧 是的 哎 人家长得比你 交人代念多了 其实啊 我告诉你个秘密 在这个圈里 现在的话 应该都是 还没有红是吧 第二轮 如果大家都不灭灯的话 每个人会给你 一千块钱的红包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怎么表现 能让他们把灯都留下 可以 你怎么把我的词都给抢了 情商很低嘛 我告诉你 接下来命运的安排 就是下期 你不会出现在这里 是 我的脑子 其实我刚才分析了一下 可能所有的人给你 就是说你给所有的人 能够留下很好的一个印象 主要是在于你表现出来的 这样一种状态 一种正能量 一种激情 谢谢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说 除了这个音乐员的 这服务生的这样一个经历之外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 跟销售相关的 其他的经历吗 我目前退伍以后 只做个那个服务员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是 能力之外的都是努力 谢谢 来 王以立 你举牌要说什么 你刚刚提到说 除了能力之外 都是努力 这是第一点 对吧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你可能嘴皮子很溜 是吧 脑子转的也够快 是吧 也很懂得大家想要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们说 你在能力之外的努力 大概都懂为的哪些 我前段时间看了 咱们播出的一个节目 说他是一个高材生 然后他可以背 圆周率100位 我记得当时 陈走也拿手机看了 然后我想说一句话 能力之外的都是努力 圆周率100位我也可以背 虽然我没有读过大学 你背一下我听 可以吗 来 谢谢 来 拿手机出来看着 你是看完那期节目以后 背的是吗 对 那也行啊 背100位 来来来 派等于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 327950288419716939937510582097494459 23078164062862089986280348253421 17067982 谢谢 对吗 那我能这么问吗 5105以后是多少 打断你从中间开始背 那个确实没有打断那个 你不再这么为难人的 我不是要为难你 就是我想知道你背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想证明我也有能力嘛 我不是想证明 我都有能力 你这个顺数有一定的激励是没有问题的 别跑题了 别跑题了 王爱国今天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他自己的 要应聘的岗位的能力 对 对吧 这毋庸置疑吧 我觉得并没有 我觉得并没有 因为我们对他的喜爱造成了我们 并没有把他职业对待搞得很清楚 对 既然都说他能做销售我们没考销售题 我非常同意 他刚才卖考穿就是销售啊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现在没有他的一个职业方向 可能你现在想做销售 是因为其实你对这个职业的选择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你并不知道其他还有一些 其他适合你的什么样的选择 比如说今天这个袁总他 他说可以培养你作为一个段子手 那说不定你之前是没有考虑过的 对吧 但实际上面有可能你的能力是可以达到的 其实说实话领导 我考虑过 但是本身嘛 在如果不在这个舞台 在线下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协会拿 会看着我一个 就是 韩兽一个大专 文聘的是一个门槛 那就这样 那就这样 除了 我先问你 除了销售之外 你觉得还能干什么 想过没有 或者是知道吗 我想 我想 我想写段子手 但是我怕 你想过 想做段子手 但是我怕来到舞台是吧 说实话 我有点紧张 然后我就想 有一个技术感 有机会啊 因为他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 能够在现场 把观众们逗笑的 还有一定的文字能力 对 有节奏感 还有觉得 他适合不干别的工作的吗 有吗 我想问问 部队出来的孩子 肯定执行力特别强 适合从管理的基层干部开始做 管理的基层干部 好 我想问问 爱国你特别适合 做我们的团建的培训师 听说过这个职业吗 特别了解 就是一种做户外拓展培训的 这种培训师 特别适合你原来在军旅生活 和能够你这种性格 沟通能力 然后能够培训很多 这个团队 你没想到你能干这么多吧 只是在众多的选择面前 你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然后再执着地去做 好不好 你觉得脑袋嗡嗡的吧 有点 那现在我们可以沉下心来做选择吗 可以可以 注意啊 再提醒一下 现在灯全是亮着的 如果接下来还是亮着的 每个人准备一千元的大红包 我们爱国要收红包了 第二轮选择 去或留 你看这些令色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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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可以照发 还有使展灯 想问一下两位抠门的老师 你们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爱国给大家的那种感觉都非常好 但是我没有留灯的话 主要的原因是恰恰因为他有了太多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老板来讲的话 我招聘不是要招最优秀的员工 而是要招最适合的员工 是 来我们来听一下其他人推荐的岗位 从美向荣开始 就是我给你提问的职位是银科旅游的渠道部的商务拓展经理助理 杨潘 好 谢谢领导 拓展经理的助理 我觉得你能行 袁卓 我给到你的职位是那个客户经理 好 谢谢您 来 尹峰 KVG给你留的岗位就是管陪生 KVG欢迎你 谢谢您 领导 探路者给你提供的呢 是我们探路者旅行 体验式旅行的培训师 好 谢谢您 领导 好 谢谢您 领导 我想给你的职位呢 叫合伙人服务干事 我看你的这个座位名写的叫 能力之外都是努力 是吧 是的 说的是 能力之外不仅只需要努力 还需要机遇 掐指一算 你命中缺我 谢谢您 领导 好 施晓英 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一个实习生的职位 谢谢您 领导 我觉得你做行政 暂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有执行力 你有记忆力 好的 谢谢您 来 怀哲 现在特别火的 视频 直播 解决方案的技术提供 这是一个客户服务的岗位 好 谢谢您 领导 李浩阳 学教育希望给你的是这个 校区的市场招生主管的这样一个岗位 然后呢 而且女朋友特别好找 因为我们全国有 不说女朋友 地点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在上海 在剩下的施展灯当中 施展灯是这种机会啊 自己做决定 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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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见 还有灭梁斩 灭梁斩 让我想一下可以吗 谢谢您 老板 谢谢您 老板 您的职位太好了 然后我赶快怕那个 三面一盏 抓紧时间 两个做教育的那一段 绝对好 陈总您是我的异乡企业 您可以直接给我管配送吗 你刚才给的岗 是我目前觉得可以给的岗 你表现好再改 谢谢您 谈前不上感情 我很怀疑有个人跟你所说的 到他那工作方便找女朋友 诱惑了你 我发现每次我上台 这个图里都嫉妒我 快写 快写 加工资他要说 减工资他要说 掐指一算命中不缺你 四千五五千五 补一句啊 一定要这个找一个大公司 找一个上市公司 像你这样的人 一定要在规范的上市公司里面 去进行一个锻炼 我想补充一下 我觉得第一 浩阳曾经在上市公司 曾总说的对 但是他现在的不是大公司 一定要去一个大公司 但是呢 你不应该现在直接进上市公司 而你应该找一个 有过上市公司经验的 规范化管理很懂的老板 又从零开始创业的公司 非常适合你 宁可相信这世上有鬼 也不相信李浩阳的嘴 最后我再说一句 我录取的选手 在留职率百分之八十 而且现在反应都非常好 马上要返场 十五秒钟时间 自己考虑一下 探路者 朋友印象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朋友印象 我现在的感触是 心情比较开心吧 因为有boss为我留灯 而且有boss 也可以出了我预期的薪资 这让我很开心 然后这让我 对未来的发展 有很大的动力 来到这个舞台 谢谢